这一款用的是老款的配动块 现在里面是塑料亚克力的一个配动块 我们来测试一下对这些不同的手机什么样的表现 这个是iPhone 6 我们来试一下 用这个iPhone 6或者是iPhone 7的时候 这个都是OK的 这个是速拍 手动还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Plus的手机 现在是水平跟随 水平跟随也是OK的 但是如果当你做这个抚养的时候就力度就有点不够 或者我们来速拍 速拍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6Plus太重了现在不行了 已经趴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如果用同一种配动块 如果是用iPhone 6或者是iPhone 7 Plus 它是不能够通用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这个新款的配动片 这个地方 其实我这个手上面也是没有什么支架的 但是取出来很简单 但是取出来很简单 一点都不费力 那么我现在是把我们的所有的5个配送片 全部都塞在这个机器里面 那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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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是一台iPhone 7 那么iPhone 7呢 放在这个上面应该也是OK的 那我们现在来试验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水平方向上也是OK的 这个预定也是很正常的 这个预定也是很正常的 iPhone 7 那么现在我们试一下iPhone 7 Plus 那么现在我们试一下iPhone 7 Plus iPhone 7 Plus呢 iPhone 7 Plus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水平方向上也是OK的 那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别的动向 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这个配送片的情况下 iPhone 7 Plus它的数字开收也是OK的 那我们再试一下别的手机 像三星 这一台是三星的S7 就是三星的C1 水平一般都没有问题 我们主要是看确诊 现在这个三星S7 那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再试一下S8 这台是3DX8 这个按键有点大,所以我们稍微点一点点 这个水鱼不需要多样子 我们现在带点水鱼 这里也没有问题 OK 我们再试一下LG 这台是LG的手机 我们来帮他F 水平也OK 我们现在盘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 随着台做手要进去 这一档就转向好 这台是华为的P9 这是一档就长得更好 是一档在桌上 空调音 然后由上 一档就是乱 所以我们推倒两档 这样是一档 尝尽 几档 接下来可能有问题吧 如果是很轻的手机 像这种iPhone 5s 这种太小的手机 水平方向上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这种太小的太轻的手机 如果用这种拍摄 它的重量都会小 这一台也是小手机 一台iPhone 5s 所以针对这种比较小比较轻的手机 像iPhone 5这一种 那么我们配重块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那么我试一下把它取三片出来 现在取了三片 把它装上去 这时候我们再来试验 也是OK的 所以这种新的配送片的形式 它对手机的适应性 比之前那种铁块或者是塑料饭那种形式 它更加的美观 更加的对手机的通用性它更强 按照我们的经验来说 如果喜欢玩这种手机拍摄的 而且愿意同时买这个杆子的 一般来说 绝大多数人都是使用的是比较 尺寸比较大的手机 一般都是像iPhone 6 或者是S7 或者iPhone Plus之类这种级别的手机 真正用这种特别小的手机的 其实它的几率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在出厂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配送片无片的全部 全部放在这个机器里面 这样它的通用性就更广 也避免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一些疑惑